欢迎你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刘青先生 他是我们的是政治评论员 也是两岸问题的学者 今天我们邀请他来 跟大家聊一聊 现在在台湾大选虽然结束了 但是两岸关系似乎还看不到一个曙光 也看不到未来两岸关系 有什么新的正面的一个发展 刘先生 其实大家谁都清楚 如果了解历史都清楚 当年的九二共识 实际是在为 用苏启当时国民党的 大陆工作委员会主任 陆委会的主任 他的话来说 是创造一个刻意创造一个两岸之间的模糊 让两岸违避敏感的主权问题 可以在经济合作和其他的方面进行交流和交往 而且在大陆来讲 大陆也做了一定的让步 别忘了 在92年之前 1979年 叶剑英的这个叶九条上 也是有一个中国的论述 那个一个中国三段论的论述 是全世界都接受的 中国和任何一个国家建交 都是一个中国三段论 而不是九二共识 所以九二共识是充分照顾了两岸目前的现状 换句话来说 迁就了国民党 对 这样的话 本来用苏启的话来说 刻意的模糊 大家装傻 让大家可以不用直接在主权上面对面 很尴尬 应该说这是最有利于台湾的一个方式 进可进退可退 因为这是个模糊的空间 好了 你来现在模糊都不要 对 模糊不了了 现在蔡英文执政四年以后 看来也模糊不了了 问题是 你马英九上台不懂不武 实际也是要把九二共识更加模糊 是 问题现在 好了 现在民进党不让你模糊 或者说 现在台湾的政治现实 开始让你不模糊 国民党应该采取什么方式 也就是说 九二共识对国民党原本是有利的东西 如果你不要 那你要什么论述 所以我刚才讲 当时国民党最早搞的国等纲领 国等会 这是李登辉搞的 接下来是纯水扁 然后纯水扁之后 是马英九 所以他根本不 所以我们要知道任何事都有个最终目的 如果不是为了统一 你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意义在哪 那可以说毫无意义 没错 对吧 因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你要寻求统一 大陆当时是说 刚才主人提到 一个中国三段论 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主权领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所以后面 投一句话还可以 后面这两岸 台湾没办法接受啊 所以大陆说 为了让台湾方面 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 还是台湾的民众 慢慢的能够转过来 所以接受 其实从两岸同属 一个中国的说法 其实和那个三段论一样 可是这样说呢 它比较容易接受 国民党认为 它这个面子上过得去 它占一部分 就是你一半我一半 虽然这个领土各方面不成比例 但是我们说 总而言之 大陆这样做 最终也是为了最终能够达成统一啊 对吧 如果你不达成统一 那你承认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国民党现在来检讨 现在国民党他们提出来 具体提出来 要把这个中国国民党的中国去掉 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提出 第二次就有人提出来 不 朱立伦在做选上国民党党主席 之后去大陆 在上海欢迎他的场合 那有个横幅 要欢迎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先生 他要把中国去掉 就是所以国民党他自己已经 他自己已经把自己定位 改不改名他都定位 他是台湾国民党 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再像中华民国也是一样 你说承认两岸同属于一个国家 他在讲中华民国在台湾 对吧 就是说他就现在中华民国不在别的地方 不在大陆 你说大陆也不承认 那是大陆的立场 你的立场就是 我中华民国就是在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所以他不可能寻求统一 他也不把民意导向统一 是民进党在那里搞推动台湾 为什么民进党能推动台湾 能这么越来越增加民进党的版图呢 对吧 就是因为我在我们这个节目 我讲过多少次 我说你真正反对台湾 像这个谁 吴敦义讲了 他是真正反对台湾 要坚决反对台湾 我说你真正反对台湾 是促进统一 如果你不促进统一 不提统一 不畏统一 你怎么会反对台湾 你怎么能阻止台湾的发展 不可能 就是这种说法 不同不独不武 这是个自欺欺人 就取核心 在2008年马云当选的时候 我就在这个节目中 我就讲了这核心是不同 就是国民党历史上就不接统一 国民党你去问一问 我们不要讲理由 你说这个不统一是因为 因为我们今天不讲理由 就是你的立场是不接受统一 这是个事实 既然如此 你有九二共识 没有九二共识 那能去问 你认为这次国民党选出 是因为有中国两个字 是因为你承认九二共识 你什么是你那个九二是一中个表 九二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说你的一个中国 我说我的一个中国 那你说实际来讲 其实不要忘了 在中国大陆的刚才我们提到三段论的时候 刚才刘先生只说了一半 后面的一段话是 中国坚决反对一中一台 两个中国和台湾独立 这是完整的中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论述 换句话来说 这在中美建交 在很多国家跟中国建交的时候 这都是写进建交公报的 起码这是中方的立场 所以在为了两岸交流 为了让两岸可以在经贸和非政治领域 能够更加的融刹的交流 所以在九二年达成了一个共识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换句话来讲 实际就已经把台湾跟大陆对等起来了 实际很多台湾人总觉得说 大陆不承认我的 我们只是两个双重的承认和双重的否定 我说没有这种事 我说大陆不可能接受你的双重承认和双重不否定 这是做不到的 因为什么 大陆的政策是非常清楚的 实际上只有一个中国 没有两个中国 所以不管你怎么说 现在问题在这 问题在这 那些东西 国民党坚持不坚持 那是国民党自己的事 问题在这 你放弃了两岸问题的论述 你放弃了在两岸关系的论述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之后 其实不会让国民党更容易让台湾民众所接受 恐怕原本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泛兰民众 恐怕还有可能会离开国民党 而且作为民进党来说 它是欲除之后快 对吧 那你要放弃 这个一个中国立场 你别忘了 台湾本身一直说你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 那你中国国民党是外来政权 你改名字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而且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将来这个要事实来检验 就是说如果你跟民进党的立场一样 那你比现在的选举更惨 为什么因为你政治立场已经民进党化了 对吧 他要搞太多 你也搞太多 那你争得问人家吗 所以国民党的民进党化并不是对国民党真的有利 对不对 是这关系我们休息一下 所以